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记者从今天上集召开过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广东将继续毫不动摇地 抓好人口计生工作 稳定低生育水平 全面提高人口数针 我四个级各单位计生相关领导负责人 在台山峰会场收听收看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2014年 全省人口计生工作表彰先进单位 并对2015年人口计生工作进行部署 据声 2015年广东省常住总人口1亿720万人 新出生115.39万人 出生率为千分之11.6 出生人口性别比降至108.3 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人口计生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就2015年全省人口计生工作提出要求 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抓好人口计生工作 继续抓好稳定低生育水平 全面提高人口数针 切实提高人口服务管理水平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和保障措施 本体记者林立正报道 今天上午召开个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 适应新常态 在创新业政为台山落实四个全面提供思想保证 而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会议传达了江门市宣传部长会议和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邝俊杰 在会上回顾了去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对今年工作进行部署 2014年我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突出拿好五个强化 即是强化理论武装 捉拢共同思想基础 强化议论引导 唱响改革发展主旋律 强化文明创建 引领社会文明深风尚 强化文化慰文 促进桥乞文化繁荣 强化作风建设 增强服务群众能力 会议子春 当前新常态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 已经成为议论传播的主渠道 和议论斗争的主阵地 这些新特征 新变化 新趋势 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新要求 2015年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 积极引领新常态 更好感横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 激发改革动力 凝聚发展活力 不断巩固广大幹部群众 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重点握好七个推进 一系推进科学理论引领工程 凝聚思想共生 二系推进议论引导提升工程 壮大主流议论 三系推进新媒体建设管理工程 清浪网络空监 四系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程 提升城市形象 力增济新广东省文明城市行列 五系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 串低精能量 六系推进文化繁明工程 弘扬桥康文化 七系推进素质提升工程 树立宣传思想文化对五良好形象 为落实四个全面建设幸福台山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体记者黄中元报导 随着潮人径的正式启用 夏村旅游一个一个去单一的 汽沙冲浪奔海模式 取而代之的 在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到观海 探险观光 骑行 徒步悠行旅游 开启了台山全域旅游的新模式 夏村潮人径的启用 可以说是台山全域旅游的一个起点 要打造广东第一步行径 还将托展到上川岛 甚至台山全域 将台山的山林水域 田园风光 人民警官自然穿落连接起来 川岛这个台山全域旅游是台山全域旅游的一个点 台山旅游旅游 除了海滨游 温泉 飘楼 人民等一应驱循 兼具倒桥山水的魅力 如何将这些散落在桥香大地的珍珠 串联起来 挖掘台山旅游内涵 造大造强台山文化旅游产业 建设潮人径 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举措 它可以让到游客深度感体会到台山旅游的乐趣 全域旅游 令到业内人士 看到了台山旅游新的希望 目前 那时不少的景区就在这里 例兵活马挖掘自己的特性 积极配合全域旅游的综合发展 加大投入开发自己的旅游生产品 每个景区应该将自己的测试 更大化地来开发 然后作为旅行社跟游客 它会感受到不同的产品对它的吸引力 然后全域旅游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要做到位 然后客人才能够留下来 在我们景区 我们今年就开发了古州岛旅游项目 我们计划也是五月中就可以开业 本台记者张志强 朱文星报导 今年海燕镇委镇政府 紧紧拿着稳增掌 调结构 速改革外民生的中心主题 循力推动镇级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加快发展 海燕地处我是西南边随 尽管存在着区域优势不明显 工业基础薄约等劣势 但随着大港海湾区开发建设的推进 我是西南沿海地区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为此 海燕镇委镇政府提出 今年将紧紧拿着这个历史机遇 全力推动倒岸联动新财富起步区的规划建设 推进镇总体规划及新财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收篇工作 为在一步的发展坑实基础 着力蓬活现有的生态旅游资源 整合新财富 蓬岛 望头湾 三大片区的滨海旅游资源 和土地资源 打包推出照相 我们从以下几项工作开始 第一 推进产业的规划 拿着发展大港海湾的历史机遇 重新规划我们镇和新财富片区的长空编制 第二 限渣 招商引资 第三 坚持重点项目的推动 第四 做好企业的服务工作 积极开展暖企行动 做好企业的营商环境 今年海燕镇主要经济指标是 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311万 增长10% 固定资产投资1.04英 增长15% 除了在经济发展上力求取得突破之外 在民生建设方面 可认真提出要加大投入 改善居民的出行 教育和生活环境 统筹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提高 民生方面 第一 在农业方面 我们会推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投入1200万进行800亩的高标准农田基础建设 富贵粥 鰻鱼和劍兰花 各方面形成一个产业的发展 海燕是传统的农业大镇 农产品加工业独具特色 今年该阵在推进特色农业 农业产业化方面 赏新招 出实招 再力将农业资源优势 转变为经济发展强势 力促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重点打造万某优质粮食种植基地 兼兰富贵粥格花卫种植基地 并且将农业开放和旅游发展相结核 引导发展观光农业 有限农业 看穿旅游等项目 本地记者陈方昏分离报道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维权意识的增强 质量问题越来越成为 广大群众投诉价二点 记者从事工商局消费者协会了解到 去年 家电和手机质量问题 成为群众家投诉二点 据是消费者协会统计 去年 共接待消费者来讯 按来访投诉二百八十六人次 受理消费投诉八十六宗 成功调解八十六宗 调解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一百 为消费者协会经济选深三十二点三万 其中 投诉质量问题最多个占了六成多 其次是 价格 售后服务 合同问题 开架广告 以及 假冒毅劣 产品安全问题 投诉的类别 主要集中在 家用电子电器占了百分之五十七 以及 生活社会服务 日用消费 电商服务 互联网服务 和快递业务等 显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出现 家用电器更新换代明显 投诉的主要内容是 家电 智能手机产品质量不过关 售后服务差 产品三包政策难落实等纠纷 针对当前的投诉热点 市消协表示 今年重点将解决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做到围绕市场持热点 围绕消费者持服务 推进诚信轻商工程 深入推进消费维权 进商场 进超市 进市场 进企业 进景区规范化建设 不断建传完善社会维权网络体制机制 全面提升社会维权网络工作后能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 本体记者张直强报道 下面请客简讯 深井广播电视站报道 今天上午 深井镇组织镇机关港部 和部分中小学生开展清明制电革命先烈活动 向革命先烈竞献花圈 新闻播送完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白风网 三个www.tsbtv.tv 或者扫描关注白风网微信 稍后有白风三下 再会 扶持陈燦培向广州捐赠 抗战和华侨史料四百多件 市民随便丢弃煤渣 导致城区煮干光烂被烧损